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如果不是的話 你也用不著來台灣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巴九 前幾天啊 大鬧台北西門町的粉紅夫妻 被驅離出境了 由移民署帶著他們啊 去桃園機場 遣返回他們熱愛的祖國 中共國 回到他們熱愛的屬地去了 這一對夫妻是以探親的名義入境台灣 而這兩名中國夫妻 在九月底入境台灣的時候 申請探親的親屬 在今年七月份 已經又跑到偉大的中共國祖國去了 所以他們來的動機跟目的 已經不一樣了對吧 到底是什麼讓他們還質疑要來台灣呢 我覺得這個移民署 可能還是要交代清楚一下啦 要問清楚 到底他們的動機是什麼 在放行他們回中共國 估計是他們的二等親之內的 取了或是嫁給了台灣人 所以以此理由來台灣 而這次我們台灣政府發出的通告表示啊 中國大陸人士入境之後 不得發布對台灣主權有危害之言論 也不得違背對等的尊重原則之不當行為 中國大陸人士來台 如果有危害我國安全與社會安定 或貶損國家主權對等尊嚴的違規之行為啊 會依照規定處理 絕不容許相關人士對台灣親門踏戶 台灣人熱情浩克 但我們不歡迎不自重的澳客 這個重點在哪裡? 對等原則 但是中共一直以來都不願意與台灣對等 因為在他們眼裡台灣只是一個省 那當時啊 我有看到這個當天大鬧的晚上吧 有一個港人上台演講 他提到喔 這些小粉紅是很可憐的 是很無知的被洗腦的 他們接受的教育是如此 諸如此類喔 這種道理大家也懂 但我認為這可能只是個場面話 是吧 要說的漂亮一些嘛 顯得自己大肚 大氣喔 他們是無知的 但事實上敞開心胸來說 他們可能都三四十歲好幾的人了 來台灣是不是超過一兩次 有可能 有能力來台灣了 他們絕對也有這個財力來台灣 甚至有更多的財力去其他國家 那你都知道 除了中共國跟北韓還有什麼 可能敘利亞 哪個地方有牆 沒有 所以他們有非常多 接觸到海溫訊息的渠道 這自然也不在話下 而且你知道嘛 在一個相對封閉的資訊 有一個強的國家 你好不容易翻出去 你當然會去當地去搜一下 關於自己國家的東西 那你就非常容易收到台獨的言論 而你已經在這個環境之下 你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立場的言論 而你依然愛黨愛國 所以這已經不是洗不洗腦的問題 你這是價值觀的問題 即便今天在台灣民主化三十幾年了 生活在自由世界慣了 不海藝對面反想要被中共統治 認為中共統治不存在 可以綏靖 沒差 當你已經有很多渠道 了解到這個世界之後 你依然選擇中共 你依然選擇想要併吞掉民主自由的台灣 那這一切是你自己的選擇 不要再賴給 喔他被洗腦他很無知 沒有 除非這個人他一輩子沒出過中共國 他一輩子沒有機會了解這個世界 甚至他還只是個學生 他有這樣的粉紅思維 我覺得情有可原 也非常可以理解以及同情 但不好意思啊 這次的案例他們不是 而且他們還有親人是吧 所以我只能說啊 聖母就是造成中共壯大綏靖手段之一的幫兇 而中共會用其支持者本身 就是利用你的自身約束來顛覆你 而他可以毫無規矩的肆意妄為的來顛覆你 你不能用相對反抗他的一些手段來保護自己 因為你一旦用就會說 你不是民主自由嗎 你不是應該民主自由嗎 是吧 那退一萬步來說 在德國這個納粹 在波蘭還有這個共產黨 通通都是不被允許的不是嗎 所以你說德國是極權嗎 波蘭是極權嗎 OK啦 那影片的中後半段我們來說一下 中共國的這個中南海聽床師的部分啦 昨天中共紅二代地產大亨之一的任志強 他的女兒任心意寫了一個公開信 給偉大的習近平聖上 要求習近平准許自己73歲重病的年拜父親出國就醫 那任志強呢在2020年2月份於網路上發表了一篇 這個疑似嘲諷習近平的公開信 雖然大家都說疑似但就是嘛 我唸一下大致的內容 舉國上下都在為偉大領袖的講話歡呼雀躍 似乎中國又進入到那個曾經偉大的大妖精時代 又進入了四處紅旗飄舞 高舉紅寶書 三呼領袖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時代 那裡站著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現自己的新衣 而是一位扒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 儘管高舉著一塊又一塊的遮羞布 試圖掩蓋自己根本沒穿衣服的現實 但絲毫也不掩飾自己要決心當皇帝的野心 誰不讓我當皇帝我就讓你滅亡的決心 這個一聽就知道在說誰了齁 結果過了兩個多月就是2020年的4月份 他就被帶走調查同年的9月被以貪污罪受賄罪 挪用公款罪判了18年 事實上大家都非常清楚 在中共體制圍觀沒有不貪的 包含我上個禮拜採訪的一些中共體制的官員 也是這麼說的對吧 還有一個承諾對啦對啦我有貪啦 只是他不敢公開的跟各位說他貪的多少是吧 所以任志強就是因為這封信惹得習近平不開心 所以被以這個貪腐罪的罪名送辦 其實每一個中共官員都可以辦貪污罪嘛 你入中共官場你就是要納投名狀 這個投名狀就是貪污嘛 這個貪污就是讓你這個政治戰隊 不是站在當時的掌權者 或是你的上面派系倒台了 或是你上面的派系 根本就只是利用你去做黨內鬥爭 他隨時可以犧牲掉你不想保你了 那就非常容易被以這個貪污罪入獄 而任志強本身在習近平上台之前 就已經被網民稱是這個任大炮 因為他敢於批判中國當時的一些社會問題 跟經濟的一些政策問題 那更是在2016年習近平第一任快末期的時候 批判了這個黨媒信黨的文化 那大家知道吧 那個時候習近平參訪央視 參訪一些這個媒體 那些媒體就說 我們要跟著習總淑記走 黨媒信黨 對吧 所以就是說 中國的新聞媒體已經公開說過 我們要跟著共產黨的信仰去走 那這樣的一個媒體 他有任何的公正客觀嗎 沒有 他任何的新聞報導都是以 怎麼樣維護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袖 怎麼樣維護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 去報導任何的新聞事件 那任志強雖然很多人說他是中共改革派 但事實上他跟中共那些元老的改革派 還是不太一樣的 中共元老的改革派還是要共產黨 但我要放寬一點 我希望跟西方交好一點 但我還是要共產黨執政喔 但任志強他不見得是要共產黨執政 他是希望有一個民主中國 而這個民主中國 已經民主了 那基本不可能有共產黨存在的空間對吧 所以他嚴格意義上不太算是中共改革派 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中國的改革派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這封信件真的是他女兒寄出的話呢 那估計他女兒本身已經在海外了 因為他這個截圖公布的內容 我們從他這句話就可以看出 讓我爸爸讓他來海外就醫 跟家人團聚安享晚年 所以你可以發現他必須到海外就醫才能合家團圓 就代表他們家的一些骨幹成員都是在海外 雖然也有不少網友嘲笑他女兒是個傻子 習近平不可能會看到的 即便習近平看到被他手下告知了這件事情 也絕無可能放了任志強 第一他放了那不就自毀了自己打貪的招牌嗎 你還放了一個貪污犯 而且還關了18年 那你這個打貪的這個成績 你不就自毀招牌了嗎 那第二習近平被罵小丑 又一個沒穿新衣的皇帝 他心胸非常的狹窄啊 沒有這個民主國家的元首這麼的寬闊 而習近平是一年比一年還來的獨裁 你看這個以前薄熙來被抓的時候 甚至還有公開審判 到了秦剛李尚服你公開審判在哪 那當然還有小嫂說台灣也是這個獨裁 柯文長還有公開的咧 這些人有公開嗎 不要再跟我拿這個不對等的東西在這個亂比喻了 任志強的女兒出自於什麼目的呢 很多人是說他可能是個政治小白 不懂政治的險惡 出自於一個孝女對父親的思念 但是作為紅三代的他們 我認為他們肯定是有體制內的聯繫管道 但不見得有人敢幫他們傳話給聖上的人馬 那當然有人會說 會不會是最近中共國這個晚宴上 見到非常多十幾二十年前的中共元老 疑似復辟 那加上中國經濟疑似要停止開倒車 所以這封信是否在試探習近平或是給那些元老看呢 這我不得而知啊 但或許有這個幾%的機率啊 而在今年二月份啊 美國的紐約時報就已經揭露過 任志強確實啊 近期身體狀況非常的差 在獄中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 這就是極權國家的可怕 你無法從一個政府口中證實 即便他是一個罪犯 他是否身體狀況是好的 就算任志強有貪污罪啦 他也確實有 但是在任何民主國家家屬都可以 不需要在這個海外呼籲當權政府 表達這個保外就醫或是到國外就醫的訴求 甚至可以在自己的國內發表影片 甚至接受當地的媒體採訪直播 這個在台灣都是非常稀從平常的事情 但是在中國你覺得有媒體敢採訪他嗎 肯定是沒有 中國以上我說的這些選項全部沒有 這才是可怕的問題點啊 而不是任志強到底有沒有貪污 後面一些人權保障這個問題才是可怕的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這些內容不需要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伯母小小見的 掰